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同学现在可以来比较好地探讨一下风怎么来的 有没有琢磨琢磨风怎么来的 我说了从太阳上来 太阳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可以再来想一想 有没有琢磨风怎么来的 书上没有 我觉得和柏努力方针有关系 也许有关系 但是压力压强 因为有压力压强有梯度 风吹过来了 其实这个我忘了 我印象我上课的头几节给大家谈到过 这个混沌 我们流体力学导致混沌这个学科产生的时候 这个就是气象学家 温度差 温度差 对 就是我们说什么太阳带来的 因为太阳呢 这个太阳照到我们地面上 我们都知道地面的温度高 往上走 温度低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地面上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很类似于我给大家说的这个 这个混沌理论 混沌理论就是Lawrence方程 这个推导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实际上它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烧开水 是吧 你下面呢 这一层的温度高 比如说是 上面呢 温度温度低一些 由于温度的差别 导致呢 下面温度高了以后 密度就小一些 对不对 热胀冷缩 这是我们普通的概念 普通道理 我们不需要方程 当然Lawrence推出了一套方程 那么也就是说下面的东西轻 上面重 就这样呢 因此呢 轻的就往上跑 重的就往下 那么也就是说由于 那么实际上太阳照到我们地球上也是这样 是吧 地面上地表日 实际上它这个 你也可以理解 那么它就起来了 起来了以后呢 就形成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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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个道理 今天呢 我给大家这个 前面我们就已经把这个 几个微分形式的方程都已经讲过了 一个是continuity 就是连续方程 第二是动量方程 上节课呢 我们又把能量方程给大家也讲了 当然求解这些方程呢 实际上呢 需要所谓的边界条件 那么按道理呢 我应该给大家也讲一讲这个 Andre Conditions 但是呢 我想呢 这个边界条件呢 大家看上书 这里头呢 这个 后面以后 假如 坦率说我们的方程 我们说的是世界难题 我们现在求不了 我告诉大家边界条件呢 可能你也没办法求解 但是以后大家要学计算流体力学的时候呢 那么 那个课里头会详细地给大家讲 这个怎么样来确定边界条件 那么简单说这个是一个数学问题 就是说 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道理 这个简单的道理 边界条件呢 就是 就是说 对不起啊 我要用英文 是吧 也就是说 你这个 这个 pde 或者是ode 就是说 这个 也就是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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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你是零节导数 你就不要编辑条件 那就变成淡数方程 所以你要几个编辑条件 你就看你的导数是几阶 你是二阶导数 就两个编辑条件 是吧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你是哪个方向 哪个方向几阶 你就在哪个方向需要几个编辑条件 那么这个纯粹实际上是一个数学问题 我们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 大家可以看看书 Stream Function 那么这个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概念 什么是这个Stream Function 流函数 流函数 这个就是说这个是 这个是在二维流动里头 一个特殊的一个方程 一个函数 这个就是说这个条件呢 就是不可压 其实也不一定是不可压 但是我们先假设给大家这个题 这个incompressible incompressible steady 定常 steady flows in二维 2D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呢 这个 其实不可压不是一个绝对的 但是我们讨论这个不可压 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流函数 就是这个Stream Function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东西蛮有意义啊 这个 就是说我们经常啊 以前我们老说我们怎么样来画流线 什么流线 这个流线 比如说到底怎么画 这个 当然我们有时候感觉你说 哎呦这个汽车设计的流线性很好 是吧 但是流线你到底怎么画 从数据上我们定义得很清楚 对吧 这个一条流线呢 就是说上面的速度 总是跟这条线相切 对吧 并且我们还有方程 这个方程你可以写出来 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相切 对吧 你这个一分解一下 这个速度 比如说V 这是U 那么这一段是这个DX 对吧 这个是DY 这个 它必定是这样 因为跟这个相切的话 那你一定是有DY 比上DX 就等于V 比上U 对吧 这个是一个二维 等到三维的话 你扩充到三维的话呢 就是说DXU 就等于D XU XU 就等于D ZU 这个方程都会写出来 但是真正的话 你要在一个流场里头 你说我把这个流线给画出来 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 那你就去 每一点你去找它 因为它是 你有了这条线以后 你说我这个相切 这个比较好说 是吧 否则的话 这个反过来就比较难 比较难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马上可以看到 这个流寒数 就是表示 你把流寒数画出来 你把流线给画出来了 那么流寒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定义 它定义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个数学表达式 就是这样一个数学表达式 就是流寒数 这就是流寒数 这就是流寒数 就是这样定义 就是说速度 这个 那么这样 有了这样的定义 实际上我们在二维流动 二维流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连续方程 就是continuity方程 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做的话 我们来看看这个好处 continuity方程 连续方程 它就自动满足了 你连续方程本来应当是这样 对吧 偏U偏X 加上偏V偏Y 这个等于0 对吧 你这个一看的话 这个对X球下导 这个对Y球下导 这个对Y球下导 再加起来 这个自动满足 你这样一定一下 它自动满足 它自动满足连续方程 就是说这个数学上我们知道 那么这个就挺好 假如说我们能够把这个Fi 能够写出来 我就不需要去求解 连续方程 以前我们说连续方程 是要用来求解压力 是吧 这个在不可压力流动 你要用来求解压力 那么 那是不是压力 可以不需要求解了呢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 这个 接下来我们这个来看看 这个 动量方程 这个动量方程 这个动量方程的话 按道理应当是这样的 对吧 这个写起来也很简单 这个再加上这个 黏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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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流体都是牛顿流体 对吧 牛顿流体也我们可以 我不知道这个从牛顿关系 这个从牛顿关系 这项大家推导出来没有 这个 当然 我这里讨论的 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说这个 因为我们是二位流动 并且是不可压的 并且是不可压的 这样我这个方程 实际上 二位流动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我这一展开 定长的 定长的话 其实这一项就没了 对吧 因为你这个定长 steady 就是说这个跟时间无关 那么这样的话 在二位流动的话 我们把它展开一下的话 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 x 在x方向 在x direction 那么我们就有 比如说这一项 这个展开了就是u 偏v 偏u 偏x 加上v 偏u 偏y 就等于负的 偏p 偏x 这个我们看看 这个g g在哪方向 g假设是在y方向 对吧 这个xy 那么这个 u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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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再把这个 在y 你这个展开一下 对吧 这个就是u 偏v 偏y 加上v 偏v 偏y 等于 比如说 这个 偏p 偏y 加上 这个 假如说这个有g 有g的话呢 那么这个假如说 这个在上面 这个在下面 这个就可以写 写上也没关系 对吧 对吧 这个是我们这个 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呢 这个方程呢 假如说我们做些处理 这个方程呢 可以怎么样做些 在数学上的 是吧 这个 我们可以做些处理 做些什么处理呢 就比如说 我对这个方程 因为这个压力 比如说 这个压力已经 已经 我们 三个变量 对吧 这里头实际上就是说 压力 u v 是吧 uv 这三个方程 三个方程 有一个方程 假如说我们 要把它导成这个 硫寒素的话 因为我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硫寒素 全都放进来 u v 用这个 带进来 对吧 所以你这个方程里头 全部都是 fi 但是 导素 高利节 对吧 因为你这个地方 导素 高利节 但是你还有这个压力 压力怎么办 在这里头呢 这个 一个做法 就干脆你再给它 这个 再求是导 比如说 这个是x方向 pnppx 我对它在求是y y求导 对吧 在这个呢 我对x求导 这两个一减 这压力不就没了吗 对吧 那么这个 因此呢 我这样一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这样一做 实际上 实际上 什么意思呢 这样一做 实际上 就是 对这个方程 进行 这个 举它的旋度 就是 在二位里头 就是这个球导 这个球导 这个一减 其实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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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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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他的选择是 take care of the momentum equation. 我们就有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这个就是 我把这个再写一遍 这个等于复的 row P 加上这个 G 加上这个 new 其实这里头大家一看 首先这个重力加速度是没了 重力加速度我们一般认为是长速 你这个球下倒就没了 这样一做的话 这个运算我请大家自己去做 我在这里就不具体地做这个推导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取这个旋渡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以前定义的屋量 Voticity 实际上我们就用上了这个Voticity的量 Voticity 就是速度旋渡 这是第一 涡量的第一 就是取速度旋渡 那么这个 这涡量呢 我们也说了 这个跟旋转张量 跟以前那个旋转速率 实际上就是描述你这个变形 我们说变形 两种形式 一种是真正的变形 一种是在旋转 那么你定义了这个以后 你就发现 这个方程就可以变成所谓的涡量方程 涡量方程 就是说你这个一做的话 这个涡量方程是什么样呢 就是 IntoD 在二维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 二维它只是 二维的时候涡量只有一个 我们就叫Omega吧 二维的时候只有一个 为什么只有一个呢 因为 在二维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这个 比如说I G K 对吧 这个偏X 偏Y 偏Z 比如说这个U V 二维 二维的时候这些速度没了 对吧 速度一没了以后呢 实际上呢 它只有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一个 只有是这个 其他都是0 就是 平 就是 应当是 对吧 只有这一个分量 其他的都是0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二维 在二维的时候 我们这个就有 就有什么呢 在二维的时候呢 就是 这个方程 就有 这个方程 实际上就这个方程 或者说 你要写成这样的方程的话呢 那么实际上呢 它就是等于 变成了这样 就等于这样 那么 当然 Omega呢 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Omega 这个Omega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说 这个 也就是说 偏U 偏Omega X 加上V 偏Omega 偏Y 等于 这个Nu 这个是 拉普拉斯算子了 这个我就继续写成这样 这个呢 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本来啊 我们有三个方程 这个偏重方程 本来三个啊 从数学上来说 一个是偏续方程 这个动量方程两个 对吧 最后呢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 但是这个方程呢 当然 你说 这个怎么求呢 又是有Omega 又是有UV 那么 这个好像不太清楚 那实际上呢 我们把它再弄回到这个 用这个Psi来表示 就是用这个 流函数 那么实际上呢 就变成了一个方程 那么这个方程的形式呢 大家把这个 用流函数表示的话 首先 比如说这个 我们来看看这个 就是Omega 按照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 pnvpnx-pnupny 实际上等于什么呢 pnvpnx就等于负的 对吧 再减去 我们就发现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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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寒树的拉普拉斯算子 得到这样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假如说你这个流动是无旋的 没有窝量 无旋 我们说什么是无旋 窝量等于0 就无旋 就是旋渡 我对速度上是旋渡 那么旋渡等于0的话 它就无旋 那么假如说 你的流动是无旋的话 也就是说 你这个刘寒树的拉普拉斯算子 是吧 刘寒树拉普拉斯方程这个成立 这个等于0 那么当然了 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个 这个方程因子就很好写出来 对吧 这个要写出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再带进来 刘寒树拉斯带进来 也就是说这个是 因此这个 这陈国家主护平衡 这个达出的 变成什么样呢 就是 太然后你的また天重 再求这个导数 是吧 x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当然 entender ami 当然应该有负号是吧 我这里大概应该把负号都去掉了 我只是给出结果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得到了一个平分方程 这个平分方程就是 它自己就封闭了 对吧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怎么去啰嗦去解释 那么它这个 你就求它 然后怎么样取编辑条件 那么你这个呢 就是我们得把这个 对于UVP的那些编辑条件 转成对这个PSI求编辑条件 那么这个在 在这个早期呢 大家很热衷于 干脆求解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 因为它至少呢 我把三个方程那 减成了一个 对吧 对UVP流动来说 这个本来是连续方程 两个动量方程 我现在变成一个了 那么这个 但是代价 代价就是这个导数的接受 提高了两件 变成了四件 对吧 这个代价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这个得到了一些好处 你也要付出一些 那么这个 这是从用流寒术来描述这个流场 也就是当你有了流寒术 这个球出来以后呢 你就流速度这些都可以出来了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简单地给大家 大家这个 我们简单地把这个要点记一下 就是说这个 Stream Function Can Reduce 3PDEs 就是三个 PinFung Function 对吧 PDE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PinFung Function PinFung Fung Function PinFung Function PinFung Function 那么这个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你从这个 我们都用数字吧 你从三个减少到了一个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但是代价 Penalty 这个偏不分放成PDE Penalty becomes force order 对吧 变成了世界的 大家记住这个 在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数学家对刘寒术很感兴趣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这个数学家们为什么很感兴趣 同时呢 这个 还有一点 另一个点 for irrotational flow rotational 这有弦 irrotational就是无弦 和irrotational flow 就是拉普拉斯方程成立 我们就有这个方程 我写到这个时候 我以前也有这个疑问 我没有仔细琢磨 但我估计可能会是等价 我这个也许请大家有兴趣 来证明一下 等于这样我们有两个方程 这个方程 这个是从窩量的定义得来的 这个是这个 等于这个是从窩量定义 当然我们也用了连学方程 那么这是动力学方程 就是一个是运动学方程 一个是动力学方程 这两个东西 假如我们真正求解 会出现 这是不是矛盾 这个 我也没有真正去求解过 但我估计可能它最后可能会等价 我这个猜想 就是说你这个方程 假如是irrotational 把这个假设放进去的话 就要做很多 有很大的简化 这个会怎么样 大家有兴趣 我把这个问题提在这里 我也没有认真思考 书上是不是说了 搞不清楚 好像也没有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这个流寒数 我们说了 我开始前面给大家说了 这流寒数 它可以表示一条 这个 流寒数的等值线 假如流寒数 这个是什么意思 假如说我这个psi 这个寒数是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就来看 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它有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是一个常 按道理这个常 是吧 我们这是欧拉方程 这个拉普拉斯方程 解决是一个常 一个常 你可以找到的 这个等值线 等值线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等于常数 等于常数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 假如说这个 但这个就等于0了 对吧 它的变量 就是说 就比如说 假如这个是 percent equals constant 那么我在这条线上 这个就等于0 对吧 那么这个等于0 那么就意味着 按照这个数学上 数学我们有 这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 ppsi px dx 加上 dy等于0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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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按照 按照 这个地方的定义 那么 这就意味着是什么呢 按照那边定义 这个 这个等于是 -vdx 加上 对外球导致是u 这个等于0 对吧 这个等于0以后 那么这个 这个就不是 我刚才给大家写的 这个流线的方程 对吧 对吧 从这里到这个点 大家别忘了这个定义 流函数我们这样定下来 这样的话 这就为什么 这个流函数 我们为什么要要 实际上在很多时候 这个流函数 我们就在这里头 也就这个 这个等于常数 实际上呢 它描述的就是流线 因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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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ines of constant assign are the streamlines 因为我们在流场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来找流寒数 流寒数我们比较容易的来找 但是因为我找流寒数找到以后 我这个流线就可以找出来了 我就取它等值线就完了 坦率说我们怎么找流寒数呢 我并不是真正去求解这些方程 求解这些方程 按照我们现在流体力学理论 我们就是求前面的那些原始方程 因为我要面对 为什么那样说呢 因为我在前面给大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假设 就是流寒数成立的话是二维流动 在三维流动 这个坦率说没有流寒数 这个大家可以去三维 因为这个三维 这样对X对Y交叉的定义一下 那你想三维的时候 这个就没有定义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二维 因此要推广一下 这个人还比较讨厌 但是二维问题也是一大类问题 所以这个 反正在二维里头 我们可以定义这样流寒数 所以这个 那么我们一般怎么去 我说我们在假路求解 仍然是求解原来的方程 比如说我方程求出来了 我有了UVP 怎么去找这个Psi 实际上现在的工具都不是很精确 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都生活在所谓的误差范围 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经过把一个方程 以后你们会 不管是学流笒 学故笒 还是学热 你之后都发现 这些东西 你要求解它 都是在一个 这是连续的 微分 要到极限 无穷小 是吧 这个极限 但是你真正求解它的时候 我们是用离散点来算它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连续长变成离散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 看你这个精度怎么样了 所以我们实际上大家都 以后 大家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学会怎么样来近视一个问题 你不可能经历地求解它 那比如说在这里近视的话 这ψ 讲了我有了这个速度以后 我就对它来进行积分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 或者 这主要看你这个流动是在哪个方向 对吧 假如我这个流动主要是在这个方向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 是吧 我这个x主要是 主要在x方向这个 得到这个以后呢 你就可以找它的这个流氨数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一般来做 另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假如这是ψi1 这是ψi2 这是ψi3 这是ψi3 前两个礼拜正好有考硕士 有来面试 有老师就问了一个同学一个问题 他说两条流线之间 应当说 这个流氨数之差 是有什么物理意义 那么大家先想一想 那我们待 Punching 我们待会儿就来琢磨琢磨